如何节省打印机墨粉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字迹变淡或没有 我们便知道应该换墨盒了 但其实墨盒中还会有少量墨粉剩余 如果立刻换掉会造成浪费 我们来告诉大家如何减少墨粉的浪费 你将需要 一台打印机 一个快用光的墨盒 第一步 打开打印机墨盒所在的位置 第二步 取出墨盒 第三步 轻轻地上下晃动六至七次 第四步 放回墨盒 盖紧打印机 注意 如果墨盒没装好或打印机前盖没盖好 打印机都会有出错提示 无法正常打印 第五步 继续打印 注意 如果摇过以后发现打印出来仍然不清晰 说明墨粉已经完全用光了 可以更换了 你知道吗 世界上第一台珍视打印机 是由Sanchonics公司推出的 感谢了 感谢了